大陸白紙革命浪潮燃燒海外 不僅抗議當局、過度防疫 更擴大為民主、政治等的訴求 彭博形容這是六四以來中共面臨最大的挑戰 同時全球十多個城市相繼出現支援的聲音 從星期六起爆發多地的抗議 武漢大批的民眾走上街頭 推倒為難 拆除屏障之後群眾大聲歡呼 在隔日北京、上海等地開始進駐大批警力 街上再沒有聚集的人群 北京街頭的警察人數明顯多了 上海部分商家被要求暫時關閉 有民眾表示警方加強調查個人手機 調查有沒有翻牆用VPN、Telegram等的程式 上海更加是進一步加強商業場所疫情防控工作 由29日的零時起進入商業場所 必須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上海市商務委發出公告指 商業場所包括酒吧的餐飲服務、百貨店的購物中心、超市、菜市場、美容美髮及竹肉等場所 官方呼籲民眾遵守防疫規則 分析人士就指在2023年3月或4月前不太可能出現鬆綁的跡象 老透指如今清零政策處於困境 如果鬆綁無疑是習近平自打罪吧 而且在沒有準備好之前開放 會導致大規模的病例和醫療系統崩潰 習近平不會放棄動態清零 推出20條優化防疫措施 反而使很多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疫情的防控